徐老师,刚刚早上我们也听到 会议教授 有关于台湾的国际、水、各方面的土壤、污染 再加上这一条非常欺负性的 火烯整个台湾环境的因子跟能源的应用上 这些残缺的政策面 刚刚也提到有一个问题 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政治局限这部分 目前为止好像 若不应早上上节课那个吴老师 他的结论也是对目前的政策 相关的这些执行单会是非常感到非常失望的 那我们就说一般民众 可能对这些数据或科学上的这个 理解是不够的 加上课题或者是整个 就是说资讯的流透也不是很透明 但是这一两年啊 就是不管什么观众,或者说很多水乌染 水污染水池源水支援的一些应用等等的 occur member arse disk 很多迄把污染觉得 然后在很多 Corporado 大家慢慢的有一些认知了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台灣陆地已经满方公了 混合者 有些老前辈也这样说 那我也覺得海洋這部分也是 我無可救藥 因為陸地如果無人 海洋就順便會無人 那再談到永續的時候 我覺得說離島有機會 如果說三個禮拜前去澳湖 我想澳湖有這個概念說要做一個 什麼鋒利發電永續的發展 結果我發現不是這樣 是因為澳湖無人 很多都是屬於軍工家的 這些職業工作 他們的電費是被補貼的 這個政策是不是因為這樣 有些人 軍人 對 有些他們是這樣 而且在離島有些政策不貼 所以他們的氣候加上他們的需求 他們一整天太偏冷氣了 那客戶人是這樣 交加路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正聖面 是不是在正聖面上 我們要給什麼樣的支持 或者我們民眾的力量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進行 就是給民眾或是學生一些教育 我是覺得 這個有幾個層面 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有關能源的部分 大部分 個人做得非常有限 真的就是政府講的什麼水斗關燈 這些其實 其實政府講的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政府講的其實 就是明天團體該講的話 因為明天團體沒有辦法做什麼要求 其實政府應該做的 譬如說好了 節約能源 第一個就是說 在不同的部門 譬如說大眾運輸 除了台北之外 基本上沒有地方有大眾運輸 所以本來正新方案就可以說 我們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 開始設輕軌 至少從火車站到主要的街道附近 大家可以有比較便捷 那你可以不用出門就騎摩車 或是開車 或者是時間固定的話 有固定的公車車班 到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他們上下班上下學 可以有車座 他可能就會騎摩托車 或是自己開車 現在這個是越來越不可能 所以政府要去鼓勵大家不要開車的時候 你要給他提供選擇 不然的話 生活還是有他必須的地方 那你油價帳高的時候 他其實對他的基本生活的需求 來講是一個處罰 那在這個工業的部分 我覺得高網能產業的比重已經過多了 其實應該要壓抑 譬如說他的水 就要讓他的價格逐漸提高 你一旦提高了 他自己就會開始接水 還有讓他的廢水的排放 要越來越嚴格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討論會 德國駐台辦事處的代表在 那我記得是有風雨的就問 德國有沒有什麼鼓勵企業 做廢水處理的方案 德國的代表說我們沒有 我們是說你的污染 假如是超過一定程度的話 你的罰則就非常高 所以他基本上都不敢 超過政府所容許的範圍 對於他們來講 這就是企業自己要節省的 不是政府要鼓勵你去安裝 我們的態度還是鼓勵 而且我們的標準是非常的寬鬆 所以工業廢水 何於工業廢水的濃度排到水裡 去養魚 比如說會死掉 所以為什麼會有大片的污染 也是這樣的問題 工業主價 歐洲跟我們的能源使用不一樣 歐美都是駐商工業跟交通能源各三分之一 所以他們會針對他們的需求去做考量 所以駐宅 他就努力駐宅更新 什麼樣的材質 舊住宅怎麼樣去增加他的絕緣 所以你開冷氣就不用持續的開很久不會漏 你就可以保持比較涼的溫度 或者是暖氣也比較不會漏 新建築怎麼樣去鼓勵大家蓋新 節能 然後還不會有一定的空氣流通的建築的住宅 所以我的印象是德國最節能的住宅 是要零下 外面是零下21度 他才需要開暖氣 不然他的利用已經利用到 我們人在裡面都會有氣熱 開燈燈也會發熱喔 這樣就夠了 那你可以想像 假如每一個建築都變成這樣 基本上節省多少能源 那要強調一點的是 千萬不要學政府講的拔插桶 不要拔插桶 我也到處跟人家講 我們小時候跟你講 不可以隨便拔插桶對不對 為什麼不可以 插桶拔插桶收了就起火咧 政府有沒有來幫你 人家燒料他會不會幫你 不會 所以人家其實 人家是怎麼做 我這次去丹麥住在一個人家 他是怎麼做 所有的插桶 都會有一個開關在門口 就是連到門口 所以出去的時候把那個開關關掉 所有的插桶都沒點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會教人家做這個呢 直接人家都講拔插桶 那是很愚蠢的啊 是以前千萬叫你不要做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就要說 告訴大家 你建築物 你家裡改裝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插座拉出線來 在出門的地方 有一個開關 你出去就把這個開關關掉 那你的插座都沒電了 那不是很方便嗎 還不用每個去打插頭 也不會失火 就是人家會去好好的想 我們便宜行事 很可惜 對還有家電 不是家的 阿佩拉斯 家電是這樣 我很久以前就跟政府講說 那個電器好像冰箱 你就應該要要求業者貼在門口 我這個冰箱一年寄住店 他當然知道啊 他可以去算出來嗎 這美國有的州就有規定啊 電器行就要買這個冰箱一年幾度店 所以你看大小盒子 哪一個比較節能果就可以買啊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叫做綠色標章 可是你不知道這個綠色跟那個綠色 是一樣的 還是差了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我不知道 其實有那個之後呢 廠商就會越做越節能 因為建能果會買得好 冷氣也可以做類似的規範 在多少坪的建築裡面 它一個小時寄住店 這個大家就可以選擇啊 你不要叫大家看一一啊 我到現在還看不懂一啊 說實話 所以一個東西電器買回去 你可能用個五年十年 有的冰箱是不是用了二十年 你看你講要買錯了 那不會動到店 對 對 我們應該政府要做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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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 你